101年基隆市打造运动岛单车成年礼活动 早上在暖暖运动公园举行 包含安乐、中山、暖暖和巴斗斯所完全高中参与 600人左右的阵容详细出发 以骑单车的方式宣告自己成年 立委谢国良、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以及自行车委员会主委何淑平等人 共同名枪出发 包含安乐、中山、暖暖和巴斗斯所完全高中 将近600位同学 以骑单车的方式宣告自己成年了 我们是中山高中体育班 成年礼活好玩 骑脚踏车是一个很伟大的梦想 因为你会的脚踏车你就会骑机车了 很开心 就是可以运动 然后有意身体健康 很特别 没有骑过脚踏车 然后不是没有骑过脚踏车 是没有骑过脚踏车成年礼 这是101年 基隆市打造运动岛单车成年礼活动 为了维护同学安全 还安排师傅叫小鹤车队做前道 交通队也特别在活动前勘察路线 我们有我们安乐高中 我们中山高中 暖暖高中 巴斗高中 每个学校有150位同学来参与 我们从我们运动公园 到我们这个阮东峡谷折回 我想里面还包括了我们市政务 叫小鹤的自行车队来做前导 我们近年又增加了巴斗高中 一共有包括我们的自行车委员 有将近600位选手来参加 这个我们的单车成年礼 希望说我们骑着健康 骑着活力 让小孩子多多出来运动 而立委谢古良协助基隆 打造单车环境 最新完成的自行车道 就在七弦桥下 因为过去我们在很多脚踏车 自行车道在基隆 争取了蛮多的路段 最近尤其有一个路段 在基隆市七弦桥底下 那个路段原本都是要跨平面路面通过 那现在因为我们把这个地下道的脚踏车 车道争取好之后呢 以后就不用跟这个侧面来抢到 同学从暖暖运动公园出发 到东市坑同军引力折返 全长8公里 记者 郑君云采访报道 先生 郑君云采访报道